香港發展迅速 近幾年香港發展迅速 無論是基建發展 未來規劃 或者是土地使用等等 背後都需要有準確的測量技術 以及全面的地理訊息來支持 而我們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地政總署測櫃署的土地測量師 做土地測量師 其實職責分手都相當多 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負責督道土地界線 以及做土地管理相關的測量工作 我們有時要為股價、賣地、土地轉讓的地界 做測量工作 有時我們也會運用地政總署的土地訊息系統 去整理、分析地理空間數據 幫助地政總署和其他各部門的同事 就土地使用未來規劃等議題 作出報告和建議 我們也因應市民和社會的需求 開發了地理資訊地圖這個網站 除了提供地圖資料之外 還有公共設施和政府部門的資料 這方面很用各坊間的其他電子地圖 而MyMap Hong Kong這個APP 就可以被市民用手提流動裝置 隨時隨地查閱我們 地政總署測會署的數碼地圖 除了整地圖之外 大家在山上見到的黑白色大地測量控制站 都是由我們負責建設和管理 隨著科技的發展 我們建立了一個香港衛星定位參考集網 就是用來給政府或私人公司的工程 做高精度的定位 而不需要用傳統的測量控制站 我們也會定期利用由政府飛行服務隊 提供的定翼機 在香港上空拍攝航空照片 用來繪製地形圖 以及製作正射影像圖 有特別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用無人駕駛飛機拍照 幫助處理有關土地管理的工作 以及研究地貌變化 跟很多其他專業職系同事一樣 我們也會被借調到其他政府部門工作 例如去路政署 或者土木工程拓展署 負責工程測量和水紋測量的工作 作為一個土地測量師 最重要是與時並進 主動學習新知識 了解和掌握行業的發展機遇 例如我們引進了車載移動測量系統 三維激光素描技術這些新科技 至於要做到成功 當然要做自細心 以及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 每位土地測量師 每隔幾年就會轉換工作崗位 接觸不同地區、組別、部門的土地測量工作 土地測量師表現良好 就可以晉升為高級土地測量師 日後再由高級土地測量師 晉升為首長級的總土地測量師 最終有機會升任到政府測量師 及首席政府測量師 為配合社會上的各種需求 我們會致力以專業的態度 托展新領域 例如發展三維地圖 空間數據共享平台等等 我們會利用暫升的科技 和測量技術 為地政總署 其他政府部門和市民 提供高質素和多元化的土地測量服務 為香港邁向成為智慧城市作出貢獻 《人生的道理上》 諷券 諷券